早 欢迎收听和收看孩子聆听 今天我们来到生命纪的十九章 上帝恨恶罪 但他怜悯罪人 在逃成户必成的圣利上 显明他是乐意向人施恩的上帝 我们千万不要以为 上帝有丰富的恩典怜悯 他就会放纵罪行 他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 但他更注意的是罪因 对那些虚犯罪的人 他比严厉追讨 但对那些无心犯罪而犯了罪人 他看了一条出路 凡数无仇恨 无心杀人的 逃到那些城的一座城 就可以存活 免得暴血仇的将他杀死 其实他不该死 逃成势力在距离各自派 都不太远的路程上 让他误杀的人的亡命者 可以很快得到庇护 上帝这样提讯 勿杀人者来因他审查 那人的内心 知道他不是故意犯罪 就可以悔改的机会 是可以保存性命 在一些人所承受的残阅境内 约旦河东设立三座桃城 河西也设立三座桃城 共有六座桃城 让乌杀人者有足够时间 进入最近的一座桃城 桃城不但是乌杀人者的保护 也保护上帝的百姓 不宜流无辜人的血而单罪 上帝说 免得无辜人的血 留在叶华 你上帝所赐你的叶的地上 留血的罪叫归于你 所以桃城对于自己人来说 是双重的保护 一方面保护乌杀者 免受追逃死亡 另一方面保护应许之地 免流无辜人的血 虽然躲进桃城的乌杀人者 可以免追逃死亡 但他不能离开桃城 必须在桃城里生活 只等到大祭司死亡 这是一个约束 也是某种程度的惩罚 他必须放下所有 离开他的亲人朋友 重新一个新的生活 他虽不至于死 但他还是要承担 罪行的责任 犯罪者可以被赦免 但人需付出 代价承担罪的责任 上帝决定不会 因为有了桃城 便不再定 有罪的为无罪 罪永远是罪 这一点是不能改变 因此我们生活中 要谨慎小心 全部因无心自过 让人蒙受损失 以为自己带来 遭殃 对于那无辜犯罪的人 逃生的条例是这样 若有人恨他的灵舍 埋伏者 起来击杀他 以罪死 便逃到这些城的 一座城 本城的长老 就要打发人去 从那里带出他来 人在抱血仇的人手中 将他致死 故意犯罪 不肯认罪悔改 只能用侥幸 来掩盖自己的罪 逃避罪的追讨 这样的人 进入了逃城 还是要交出来 上帝眼目 骗傻全地 他只收纳 为罪痛悔的人 拒绝犯罪 而不悔改的人 所以这里提醒我们 神 还是恨恨罪悟 不要随便犯罪 如果不小心犯了 我们就要认罪悔改 因为上帝 他爱我们 他怜悯 他的恩典 是够我们用 让我们常活在 他的这一个的话语当中 保守自己 远离罪恶 愿神话语 赐福大家